聪明的小木桶 从前有个小孩家境贫穷给人放木为生 小木桶天资聪颖 别人无论问什么他都能给出答案 很快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国家 国王听说了这事 不相信世上有这么聪明的人 就派人把他给找来 说 如果你能回答我三个问题 我就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小木桶胸有成竹 自信的说 国王陛下没问题 请您出题吧 国王问 海洋里有多少滴水 木桶回答 国王陛下请您下令把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堵起来 不让一滴水流到海洋里 这样我就能数出海洋里有多少滴水了 国王听了无言以对 心想 反正谁也堵不住所有的河 也就没办法让他去数海洋里的水吧 国王又问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呢 木桶向国王要了一张很大的白纸 用笔在纸上点了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然后说 天上的星星就和这纸上的小黑点一样多 请你们数数吧 小的几乎肉眼都看不清楚的小黑点 谁也没能力数清楚啊 国王想了片刻问 永恒有多少秒钟 木桶回答说 我听说在遥远的西方 有一座很高很大的金刚石山 每一百年 有一只鸟飞到山上来磨它的尖尖的嘴 等整座山都被抹掉的时候 永恒的第一秒钟就算过去了 木桶的聪明让国王感叹不已 他终于眼尖为实了 他高兴地拍着木桶的肩膀说 太棒了 你回答得很好 从今以后 您就是我的儿子了 从此以后 木桶住进了王宫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不久 他将自己的爸妈也接近王宫 国王由于自己没有孩子 就精心栽培小木桶 由于培养他成为自己后半生的接班人 这一年 我听说 我听说 你 不可以